1957年 曹金米生准备动身去纽约 他的母亲给了他一百万日元 告诉他永远别再回来 因为法规限制 旅外的人 不能带超过五百美元出国 他便把一百万日元 他便把一百万日元 换成了美金缝进衣服里头 曹金米生来到了陌生的国度 前途一片渺茫 他在那里唯一的事情 就是不断创作 时常连续花五十六十个小时 都不休息 并且把所有的钱 都花在艺术材料上 曹金米生在日后的小说 中央公园的毛笛黄中描述了 他出到纽约 重困潦倒着生活 他带着自己的画 在城市中的画廊间穿梭 却从未被世人所认可 在寒冷的夜晚 被冻醒 一直画画到天亮 因为身无分文 他甚至从街边的垃圾栏中 拾起鱼桶 和被丢弃的烂菜叶 用这些材料熬一碗肉汤 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 曹金米生受访时说 那时候的他很穷 画了很多画 每天都在画画 然后就感到很充实 1959年10月 曹金米生凭着 无线网等五件作品 参加小城区迪士街 布拉塔华朗 纯色执念 年轻艺术家群展 他的原点受到 纽约知名艺术评论家 Donald Jo的注意 并以200美元 成为第一位买他作品的人 当时以200美元 买下的无线网 2014年 加时的拍卖成交价 高达710万美元 曹金米生的无线网 我个人解读 是三维世界的空间 就类似不断扭曲的 网格模型 虽然我们看似自由 但我们都是被刻意 安排在这里的 而限制我们的 除了是我们的载体 还有三维世界 的空间与时间 我们需要 常见民生曾说到 当他看着那些优秀的年轻人 被受伤越南战争 受伤或是死掉 回国以后人上毒瘾 他对美国这种行尽存疑 他觉得这样做是错的 后来曹建民生逐渐闯出名堂 1960年代 在纽约成名 参加了许多反战运动 并开始展露他 占有领导地位的前卫艺术创作 他开始用行为艺术的方式 以自己的身体在公众面前做表演 1962年 有一天有一位艺术经销商问他 想不想认识一位影剧的艺术家 那位艺术经销商 要他精心打扮 于是曹建民生穿上了他最喜欢的和服 到了那里 只见面前站着一个男人 他就是当时的超现实艺术家 Joseph Cornell 当时60岁的Joseph Cornell 立刻爱上了曹建民生 并展开疯狂的追求 曾经在一天之内寄出十字缝情书 而且出手购买他的画作 以帮助他维持升级 而曹建民生也对他产生了好感 那时的曹建民生 他33岁 曹建民生曾经指控说 当时有三位艺术家 看了他的作品后 抄袭他的概念 维托尼亚米罗伊朗总监 Cleanscope right 在《无记记录片》中说到 曹建民生的辛苦 比别人多两倍 他一个女人 独闯男人天下的艺术界 而且还是日本人 当时艺术界 并没有很认真看待他 曹建民生目睹这些男性艺术家 不断偷走他的构思 甚至还声明打造 他非常的震惊 和邪气 甚至一度因此 跳楼至上 曹建民生说 当时他变得很沮丧 然后他就从窗户 跳出去 刚好下面有脚踏车 他的脚 达到脚踏车 他说如果当时是头先着底 他就死了 早期曹建民生在美国时 一直很想参加威尼斯双联战 1966年 他前往意大利 在卫射官方邀请下 自行参加了第三十三届 威尼斯双联战 趁着半夜时 自己一个人 将总共一千五百颗不锈钢球 放置在意大利馆户外的展场上 曹建民生穿着金色和服 端着其中 五颗不锈钢球 以两美元的价格出售 一方面赚取生活费 另一方面 他也大力批评 当年商业化的艺术市场 虽然他很快被 主办单位强制驱离 但他的独特做法 也引起不少热烈的讨论与关注 曹建民生的自恋花园 里头的这些不锈钢球 就像磁场中的例子 或许他是想要表达 自恋就像和自己谈恋爱 来上自己的世界 曹建民生身边有很多人是同志 因为他没有男朋友 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就一个人 所以他办了一场婚礼 乍行的表演 他觉得同心恋者 都偷偷摸摸躲起来 他想要让他们 毫不羞愧地站出来 让大家知识他们的存在 我认为他有很多人 除了他的身份 他们的存在 我认为他们是同志 从1960年里的国家 他在新法院里面有很多人 我认为他来到新法院里面有很多人 我认为他在新法院里面有很多人 我认为他在新法院里面有很多人 探讨了亚裔女性在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在美国也掀起不少的讨论 1968年,她的创作短片《自我消融》 得到了比利时第四届国际短片大奖 与第二届日本联合树下电影节的赢奖 草剑女神说在她的自我笑容里 她拿着原点贴在自己身上 直到自己彻底消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72年,金神陪伴她十年的灵魂伴侣 Joseph Connell过世了 强烈的打击让草剑民生的情绪问题不断加重 金神再度崩溃 终究她选择结束15年的美国生活 从纽约回到东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